大家好,我是豆豆,不知道吃什么,关注我,分享我会做的美到家常美食,美餐不同样哦。 快过年了,又到了准备年货美食的时候,扣碗虽然不像以前过年那样才能吃到,但是过年还是要准备一些舒舒服服的过个年。 今天咱们来做扣碗制鸡块的扣肉,先来和个面糊,生粉一勺,面粉两勺,淀粉和面粉的比例是一比二,分次加入清水,这样搅拌的面糊不容易起面疙瘩。 搅拌到这个状态,能拉四就可以,放到一旁备用,接下来调个葱姜水,等一下腌制鸡肉,大葱切断装碗中,老姜拍碎剁姜块装入碗中,撒上三八二十四克花椒粒,适量的料酒,两烧食盐,半碗的清水,给它们抓拌均匀,让食材的味道融入碗中,放一旁备用,再准备两个八角,两个干辣椒切断,老姜切片,葱白切断,等蒸扣碗的时候,炒姜汁来用。 再来一个土豆,切大小均匀的土豆块,放在扣碗里面,可以解腻增香的啊。 配料准备好后,接下来准备腌制鸡肉,我用了一整只鸡,鸡肉都切小块,这样炸制的时候更容易熟啊。 倒入适量的十三香来调味,适量的胡椒粉增香去腥,适量的生抽来提鲜,一点老抽增加颜色。 最后把泡好的葱姜水倒入盆中,用有力的小手给它们抓拌抓拌,抓拌均匀之后呢,让鸡肉充分吸收腌料的精华。 抓拌好后,放到一旁,腌制30-40分钟。 切好的土豆装入碗中,倒入适量的清水,可以防止土豆氧化变色。 把腌制好的鸡肉块倒入面糊中,用手给它们抓拌均匀,鸡肉都粘裹上面糊。 接下来,起锅烧油,锅内放入适量的食用油,烧至六成热,下入鸡肉块。 炸肉时,一定要开中大火啊,鸡肉一块一块的放入锅内,这样可以防止鸡块粘连在一起。 炸到焦黄,肉香飘出来,基本上就炸熟了,用滤网捞出控油,放到一旁备用。 接下来,另起锅,少量的食用油,倒入八角炒糊炒焦,这样能炒出八角的香味来。 接着丢入葱姜段,翻炒出香味,再倒入干辣椒段和适量的花椒,炒出香味。 倒入一勺生抽和一点老抽,一定要炒出酱香味来。 接着再倒入适量的开水,调扣碗的酱汁,13香调味料适量,胡椒粉适量,一勺的食盐,大火给它炖煮开。 这个时候,香味已经肆意开来了,在蒸锅上面放上一个碗,如果有黑洼碗的话,会更有那个味道啊。 把鸡块装入碗中,然后放入土豆块,把调好的酱汁淋泼在碗中,盖上盖子,蒸煮40分钟。 时间到了,打开锅盖,香气扑面而来,把碗中的汤汁倒入另一个碗中,然后把盘子扣在扣碗上面, 顺速地翻面,打开这个碗,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肉扣碗就蒸好了。 撒上一些香菜叶和小松花,把倒出的姜汁淋浇在上面。 还是熟悉的味道,老是扣碗的味道,过年怎能少得了的美食呢? 真的是很好吃的啊。 喜欢豆豆的视频,请关注收藏分享起来,豆豆也离不开您的鼓励和赞许。 谢谢您的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哦。